据外交部8月11日消息 中方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后 立陶宛外交部回应称 对中方举动表示遗憾 还称本着一个中国原则 立陶宛同欧盟其他国家 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 决心发展同台湾的互利关系 欧盟方面对中方此举表示遗憾 认为设立台湾代表处并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 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 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必须指出的是 中立建交以来 中方始终尊重立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从未做过有损利国家利益的事情 立方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有权也应当做出正当合理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8月10日宣布 近一段时间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 小以利害 宣布允许台湾当局 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4月10日宣布允许台湾